由社区进行精彩的演出以及成果分享 带着现场参与者了解社区空间改善之后展现风华效益 这一次总共有34个社区投入 其中水里香玉丰社区更获得金牌殊荣 我们以在地实景为我们主要的一个核心重点去做一个出发 那在就是关怀据点的话也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那在这整个一个扰动的过程里面 像我们这个志工队的一个大队长 他在园艺的修剪的部分 那包括在地食材的料理的部分 都是记忆非常精湛的 当得很快乐 然后也可以常常这样当自己运动一下 那有个消遣的地方 使我们社区的老人都能够热心的来这边运动 南斗县社区规划师从10年前就开始培训 县府今年投入1200万元 补助每个社区50到40万元不等经费 以花小钱做大建设的观念 打造最区特色之处 并举办成果展互相交流 透过奖励方式鼓励社区能够更进步 我们希望能透过奖励的方式 来鼓励社区更往前进一步 然后来照顾地方的生活 那我想以社区总体营造而言 它是由下造的总体营造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补助 让地方找到它真正想要做的地方 让民众凝聚地方的共识 然后让南投更好 社区的发展需要很多这些技工 这些社工员来投入 社区一定可以非常精彩 我们实在有丰收 我们的雇工过后 雇工过后 当好我们在地的居民 年轻人和这些妇女们 都有一点工作时间 一点的收入 还可以增加大家的居民的团结 幸福为了积极培训社区规划师 并且发掘社区达人 近几年已经走出十多位 未来将组成社区公班 进行始组训练 以达到共学效益 互相协助 真正落实社区 营造再地化 记者三十七 曹君正采访报道